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党团两人之顺序 进行发言 每能发言时间三分钟 发言完毕后 及进行处理 现在进行第六条 请宣读审查会 及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六条 主管机关就创新实验申请这审查 应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成员包括专家 学者及相关机关购代表 专家及学者之比例 不得少于会议成员 总额二分之一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六条 主管机关就创新实验申请这审查 应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成员包括专家 学者及相关机关购代表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六条 主管机关就创新实验申请这审查 应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成员包括专家 学者及相关机关购代表 专家及学者之比例 不得少于会议成员总额 之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首先我们请李委员彭君花员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是在审理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 条例草案 也就是所谓简称的金融监理沙盒 最重要的其实是 我们要面对的是数位化科技时代的挑战 那许多金融商业模式 都对于政府的管理产生重大的冲击 因此一方面为了鼓励创新实验 另一方面能够让政府从中找到因因之道 我们设计的金融监理沙盒 以限定一个范围的方式 然后来让业者有发展具有实验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个条例的钉钉 绝对不是把重点摆在对业者的规范 而是应该放在政府面对 新的创业商业模式 如何做好法律规范的一个衔接 因此 在相关的审查会议的组成的分子 是否应该要让更多来自民间的力量 更多的学者 然后从未来的趋势的发展 然后金融业面等去做他的审查 而不是放在一大堆的政府官员 表面上理由是为了负起政府的责任 实际上却是透过审查来加以管制 甚至可以扼杀民间创新的力量 我想我们最主要 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说 现在当今我们的政府官员 是不是有没有他的一个创新性跟创造性 其实如果政府官员有他的创新性跟创造性的话 其实这个法案在立法的过程里面 就不需要有这么样多的大家来讨论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公务人员他的一个保守心态 以不犯错的心态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如果去突破它 那当然就是需要更多的民间跟学者 共同的来参与 要不然的话这方面的一个大的帽子 在公务人员里面 他的一个居住下面 会有很多事情会自爱难行的 所以要立一个良好的法 其实就不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跟创新 更何况这条法的精神上 就是要在整个金融监理沙盒里面 有他的创新性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亲民党认为 在这个法案里面 我们应该要维持 当初在原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建议专家及学者的比例 不应该低于二分之一 也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能够更可以去落实它 谢谢各位 谢谢李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国昌 黄委员国昌 黄委员国昌不在场 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中 二豪会员洪泰 院长各位委员 我想顺着李红军委员的发言 我来接着他的一些想法 我们知道这个神议委员 是可以决定这个事情 到底要不要让他成立 我不敢讲说我们的公务员 都不优秀 但是针对这个金融创新科技这方面 我相信对他们而言都是陌生的 我们台湾在金融科技这方面 已经远远的落后香港跟新加坡 有一段时间了 我曾经到新加坡去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他们政府是非常的积极 他们政府是打开心胸 接纳新的意见 我们也知道在金融科技这方面 英国跟日本 是相对的是开放的 我如果说我们有三分之二的神计委员 是由政府或者他相关他找的人来决定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可以预期的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政府选择他想要做的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 我们不敢讲说一定是商人 他会影响政府说哪个要哪个不要 我建议啊 尤其是针对这个金融科技 可能会有一点我们的金融业跟科技业 那些想法上的差异 可是这是时代的一个潮流 我们应该要接受比较年轻的人 比较科技方面的人的一些的创新的做法 所以我诚恳地跟我们在场的各位委员们报告 这个跟我们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为了台湾的金融科技的发展 为了我们年轻人 他的一些创造力啊 不要被打压 或者是不要被不鼓励 我们希望是鼓励的 我建议啊 在这一条 我们政府的主导越小越好 我们政府的主导三分之一 我都觉得太多了 何况要提升到三分之一加 另外三分之一 由政府所推荐 这今天啊 至少这会影响到两三年 我们日后对年轻人的一些的 他们的创意想法 会不会被这个 被发掘出来 我觉得了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时间 每晚 晚一天啊 我们就会比它进步啊 少一点 所以我诚恳地建议各位委员 尤其在场民进党的委员比较多 我们给年轻人的创意 给它发挥的空间 谢谢 谢谢 谢谢会委员 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众 还是要许一维 而于人 你们两个要卸掉一个 好 请许一维 而于人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对于金融科技 对于Fintech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六条 其实在本个法案里面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文 第六条的争议主要在于 审查会委员外部学者庄家的名单 在审查会议的时候 其实已经通过协商决定 外部的学者专家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但是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的修正动议是希望 外界的学者专家不得多于二分之一 然后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但是这个主要的癥结点在于 我们的政府对于创新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政府到底对于创新的门到底愿意是否真正的打开 Fintech有非常多的服务还有商品是冲击到法规的 但是不要忘了过去的制度和法规的设计 其实是在没有数位经济的基底底下所创造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台湾要变革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引进更多民间的能量 然后给予民间试错的一个可能性 尖利沙盒的一个精神 就是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容许的范围里面 然后可以借由释错去引导政府 还有法规单位适当的去做法务上的革新 但是如果今天政府把这个门缩小了 那么创新的速度也有可能就会变慢 在这里本席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是要开一个无止境的大门 而是我们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一个创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里面 我们是希望台湾在立这个Fintech法案里面 我们可以大破大力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其实没有时间去浪费 所以本席要在这边特别呼吁 我们执政党的朋友们 可以来去支持当初审查会 所通过的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民间学者专家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共同来去推进 推动台湾的Fintech 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竞争里面 我相信台湾的竞争能量 绝对不会输给其他的国家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借由这一次的Fintech法案 我们也可以启动政府部门的创新 谢谢 谢谢许委员 下一位请江委员永昌 院长各位同仁 其实在1月18号才认为会出审的时候 以及到12月18号 我们这个政党协商 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了这一次的 金融科技发展及创新实验条例 外部给我们政党合作一个很高度的一个肯定 认为说这是法案协商的时候 能够以光速来进行 但是这几天却有少数人 在外界有一点误解 他说为什么礼拜二要三读二读 为什么到今天 其实这都包括了有关于 在APG我们的洗钱防治 知孔防治的一个项目上 大家都知道洗钱防治法的第五条 对于金融机构它有正面表列 这是我们在金融建理沙额当中 所实验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也要受其规判 所以增加了洗钱跟知孔的这个风险评估 以及呢 他除了金融九大作业法要排除 适用他的责任以外 洗钱防治跟知孔不能排除 这个大家也都一致同意 都是共识 另外在消费者的保护 在条文的20条 对照到消金保费的第六条 在条文的21条 对照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这个第七条 那当中有关于义务说明 以及问责机制在金保法里面的这个第十条跟第十一条 当时没有纳入 所以在二十三条当中也纳入进来 以及实验期间有涉及法规的部分 那就实验期间是一年半 那如果涉及法律的部分 仍然为三年 在讨论这些的一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经意 看到了政党的一个和谐跟合作 那表示说民进党也证明了自己 绝对不会是说跟传统金融或银行业 站在一起 我们绝对是求创新求进步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 不晓得为什么会在 第六条跟第十六条当中 有关于外部的学者专家的一个人数比例 要在这里打转跟做文章 我跟大家讲 很多的条例包括人工生殖法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天然气事业法 再生人员发展条例 这里面都没有外部人员的一个比例 放在模法当中 而我们现在的金融科技发展 及创新实验条例 大家要知道 在第八条当中就有规定 你进来申请的时候 我要在六十天之内审议完成 让你是核准还是驳回 如果你实验届满的时候 也有六十天的一个时间 要做完评估 这是跟时间在竞赛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只是以外部人员的一个比例 来做一个象征的意义 其实并不大 最重要的是时间的一个观念 所以二分之一的人数 或者说二分之以下到三分之一 我们一样能够听取到外面 客观的意见的一个表达 不要像现在有很多法律 已经行事多年 包括杜根审议 包括环兵审议 最后在那边 专家学者 我因为意见不自 旷日费时 一拖再拖 一眼再眼 这不利于金融科技的发展 我们不要向那个方向去 所以齐请 现在这个法律 未必完美 但是完整 请大家共同来支持 不要表决能够一致同意 共同分享 这个成就跟成功 谢谢江委员 下一位请 于婉如委员 各位委员 最近媒体有报导 Fintech 台湾其实在全球的排名很落后 所以从我开始起草 金融科技监理沙盒的草案 一直在推动到现在 我首先要感谢 草野的立委 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这个法案 能够加速的 在今天顺利的 希望能够进入二读到三读 我们今天 最主要的一个 讨论的一个争议 在于说这第六条 其实第六条跟第十六条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有关于这个 外部审查专家的一个比例 要不要超过二分之一 那其实为什么 我先回到这一条 原本立法的基础 在于说 我们其实知道 金融科技的变化很快 很大 换句话讲 原本以金融本位 来思考的监管机制 其实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打开门 让外部的专业者 能够进来 判读哪一些是重要的一个科技 也因此我们才设计了 这个审查制度 但是站在新创金融科技的业者 在申请者的立场来想 他会担心什么 第一个 商业机密会不会外流 第二个 我到底申请的进度 能够有多快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次的法案里面 放入了说 不能够超过六十天 换句话讲 如果今天 外部的审查人员 外部的审查专家 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这个审查可能会超过六十天 可能甚至有 机密外泄的可能 所以我们参考 最创新的英国 金融科技沙盒的发源母国 英国FCA 完完全全的审查机制 都是由FCA的官员完成的 没有任何外部专家 就是考量机密性 机敏性 所以我们看到了 也有责任政治的一个问题存在 因此民进党提出的版本是说 我们拥抱创新 欢迎创新 外部要开放 外部的审查人员 不能够低于三分之一 但是站在责任政治的立场 责任创新的立场 我们的外部人员 不得超过二分之一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最负责 最创新 最能够鼓励台湾往前走的 一个提案 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登记 欢迎的委员 均与欢迎完毕 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 那么我们表决的顺序 一修正动议条文 二审查会条文 依序进行表决 表决后 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按您7分钟 并分发表决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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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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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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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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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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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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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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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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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行 提案 感谢观看 其全 提案 通过 提案 审查会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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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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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计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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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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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